你看,这次我买了有点久的洋葱了 居然发芽了,而且长得挺好的,你看 我们继续放在这里,它会不会长很高啊? 会啊,拿地里就种啊 对啊,拿地里就种 它应该可以切成几片来种啊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哪里不行? 洋葱,它就一个芯,你能够把它切在里面? 我看它好像长了几个月出来,几个芯 不行,洋葱不行啊 咦,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土豆 土豆它应发芽,你看 大家都说发芽的土豆不能吃 这么大一个 这买了一个月了 忘记了,它就发芽 这个就把它切开,拿去种 就是可以的,洋葱就不行了 洋葱也可以,我跟你说 不行 要不然它,它们拿做种子吧 以下拿这么大一个做种子 那不会也放那么大一个 对,就是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切成四片 不行,你可以问朋友们 洋葱可以把它切成一块块来做吗? 可以 我觉得不行 我切土豆吧 我切土豆吧 而且切土豆 切好之后还要沾一点灰 再来一种 每一只小鸡都在那里晒太阳了 嗯,给我点这个木炭灰 我就种到这里啊 嗯 这里原来我们种了那种 茶油树苗 是玉苗 玉苗茶油树的地方 嗯,这个地方有点不好做事 你不就几棵吗 嗯 有有那么多棵 随便挖挖个坑就把它埋下 嗯 这个要不要剥开 不用剥 我说你 其实那个真的可以切开的 怎么可能吗 你有没有吃过洋葱啊 吃过啊 那你切开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里面是有几片的 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是有几个芯啊 就一个芯 几个 一个 有四五个芯 屁啊 那你是不是花心的 花心大洋葱 它长出来 它可能就会发 发两颗芽呢 不持两颗芽 你看那个 那个都是四五颗芽出来 哎呀 看你干嘛 但是它不能切啊 它可以切啊 切了它就不发芽了嘛 好好 一个一个摘着呢 哦 我觉得就是一个个种 种到这里吧 就 两颗洋葱 跟你跟你说你也不懂 我确实不懂 但是我觉得我的方法是对的 一颗一颗的种 我看他们用那个 杯子 就把这个放在杯上面种 都可以种 嗯 你没见他们把它切开来种啊 他那个时候拿当盆枕一样肯定啊 要其他 他们种一大片一大片可能切开 我试种这两颗如果能种活 明年就多种一点 好 他有可能就像那个多肉一样 一片叶子就可以长出来一颗 那你就拿一片叶子来种嘛 反正我觉得不能够把它切开 切开了绝对是错误的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蒜苔给撤回家了 不然老掉了 但是朋友们跟我讲 我这种摘蒜苔的方法是错误的 他们说应该用一根牙签 从下面这样子滑上来 才是正确的方法 我去找个牙签来哦 嗯 牙签 试一下啊 这样子 这样抽它 它不是也不好长 放着 这个也软掉了 嗯 他们还说 留的叶子 下面的个头都长得大些 你看我这样抽起来 它也死掉了 主要是我们这边从来没有大面积的种物种蒜苔 对于这个抽蒜苔的方法确实不懂 你看您上次这里又长出来了 直断了 我折断它又长了 嗯 又长很多 新枝重来 它会不会长新蒜苔 但是不可能 也会长 那里啊那里有几条大大的 全部老 好 我看别人抽蒜苔的时候 这叶子都很黄了 我们这蒜苔叶子还是挺绿的 你看这一根 这根是我们上次摘的 上次摘的时候 从这里摘起来它又长高了 我试一下这种还能不能吃啊 如果它还是挺嫩的话 又可以吃一次 还挺嫩的 还可以吃一次 哦 你还是挺嫩的 那我们上次抽那个方法还行啊 可以吃两次 好 我觉得做方法还要慢 好 可以了 拿个草 好香 咱们没有腊肉了 我方便了就只有一块肉了 今天就拿这块肉来炒蒜苔啊 嗯 嗯 好朋友天哪 全都可以 跟我一样可以吗 好朋友天哪 好朋友天哪 全都可以 哇塑 我用那个原来炸了鱼的油来炒肉 肉肉还可以 可以 可以 你哪里来啊 去看那下面你搞点 我们带点好东西回来 炒这个 炒这个我去炒段材 炒了8个小时 你去看那个你都不想炒段材 不是吧 撒好的东西 那边倒不下 等我撒好的去看 不用 不用炒段材 你不用炒 我炒 我上个上锅 来不炒 我都没吃过 啊 我都没吃过 没吃过 你还浓浓 不是 没吃过 好累 中午没吃饭 没有 炒好 我炒好 看你就可以吃了 你看 我炒好 我去广街吃饭 你没吃 还说没吃饭 我去广街吃 现在是广街吃饭 现在是广街吃饭 我吃饭了啊 好 反正 没得 反正大家都吃了饭 有的要去外面吃 我去别人家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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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很喜欢 啊 我多吃点菜 少吃点饭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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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